Delta病毒让各国的疫情再度反扑 除了影响经济 也考验各国政府应对的能力 像是泰国民众对于政府的防疫表现极为不满 连续上街发起示威抗疫 并强烈要求总理帕拉育下台 泰国自今年4月以来 面临第三波疫情反扑 如今每日确诊数是屡屡破万 民众对政府的防疫表现不满的声浪是源源不绝 而在野党更将矛头对准了总理帕拉育 以及五位内阁成员 并发起了不信任投票 表示政府团队应该要下台负责 不过总理帕拉育日前也做出了回应 表示拒绝改组内阁或是解散国会 并声明自己将会继续留任 直到完成4年的任期 为了对抗新冠疫情 各国现在都在拼施打疫苗 马来西亚卫生部预计 马来西亚全国疫苗覆盖率在10月 就能够达到群体免疫 因此政府现在将把新冠肺炎 重新定位为地方流行病 并转向与病毒共存的策略 马来西亚卫生部表示 政府将新冠肺炎调整为地方流行病之后 将会废除疫情爆发以来 实施至今的全面封锁措施 并且将会颁布新的防疫策略 除了继续维护民众生命安全之外 也将逐步的放宽管制措施 开放更多的经济活动 以尽早恢复日常生活 阿富汗情势持续动荡 上周有恐怖组织ISIS-K 在当地发动了自杀攻击 造成严重的死伤 如今美国政府不排除 与重掌阿富汗政权的塔利班合作 共同对付ISIS-K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日前表示 美国可能会与塔利班在反恐行动中合作 共同打击日前在阿富汗发动自杀攻击的ISIS-K 另外奥斯丁也表示 美军指挥官和塔利班可能会在极小的议题上合作 以尽可能的让许多人撤离 不过对于塔利班未来执政的方向 则不做任何的预测 只会专注在了解ISIS-K 并向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究责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期待 期待